立法院在昨天出审通过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医生未来将可以合法地拔掉 末期病人的维生系统 但是必须要在条文规定的条件之下 包括必须有两位专业医生的评估 以及所有家属的一致同意 还有医院的最后审核 但是民间团体认为 这三个条件的门槛太高 想要完全符合相当相当的困难 也有人质疑 未来可能会有医生为了避免争议 不愿意执行 开朗的笑容 看不出来黄小姐是多年的癌症病友 派经决定病危时不插管不急救 儿子虽然不舍 但是支持妈妈的决定 这样子还不是要再等于 再让她身体再受一次伤害 那还不如就让她安心一点的走 能够清楚表达抑制的病人 临床上争议比较少 但是意识不清的末期病人 家属往往很难决定 要表白掉呼吸器 推动多年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 立法院初审通过 条文明定 必须经过两位医师专业诊断 配偶 成年子女及父母 一致签署同意 在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通过后 医师就能合法移除病人的维生系统 要有两个医师共同的做出 他是一个末期疾病状态的一个判断 然后也有了家属之间的共识 那么最后再由一个医学伦理委员会来做最后的把关 那么让他的过程尽量的符合医学伦理而且严谨 修正案中也规定 健保IC卡可以助记 病危时不插管不急救 保障病人的最终意志 不过民间团体认为 法案要求所有家属都必须签字 还要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通过 条件实在太严格 实行上会有困难 家属的部分不提 那个伦理委员会有没有办法 这么激动的 就是有这样的需求 马上就召开会议来审 然后给一个明确的结果 这个部分在医院的执行上面 行政流程上面都有一些困难 民间团体认为 修正案没有解决旧法的争议 反而增加推行的难度 安宁照顾的理想更难以实现 但卫生署则认为 在推行的初期 做法严谨才能消除社会的疑虑 但总是踏出了第一步 卫生署也呼吁国人 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就提早预立自己一旦生病之后的 医疗指示和意愿 也可以减少未来可能的争议 记者欢迎郭郡俊玲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